歡迎收看東京美食吃貨一日遊的日式和食篇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從早到晚都吃和食 首先我們到了一家非常具有歷史的飯店來吃日式早餐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叫做山上的和食 哇這日式早餐真的是太豐富了 它這邊有烤的鮭魚 玉子燒 生魚片 然後蒟蒻 這邊還有一碗煮物喔 這肉超級平的 好好吃喔 這是雞團 吃完早餐囉 我們現在要去俗稱老人元素的朝鴨去晃晃吧 我們抵達朝鴨地藏通商店街了 來這邊進去吃吃看這邊的日式小點吧 現在來派對要買原祖的鹽大福 它裡面的那個紅豆餡 加了蠻多鹽的 如果加了一點鹽在甜點東西裡 反而會讓它感覺更甜 我們來買買看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喜福糖紅豆麵包 滿滿的紅豆餡料 它的紅豆好甜又好香濃喔 耶 朝鴨逛完吃完啦 我們要去池袋吃中餐 之後我們就來吃燒肉 阿夢的燒肉定食吧 這個燒肉定食雖然沒有很多肉片 但是呢這邊所有的肉阿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部位 看這個發爐就知道油花相當的足夠 這片肉看起來就很油很肥啦 那這片的旁邊側邊那個油脂阿 超級肥超級油 然後它的肉本身也很軟嫩 好吃 再加飯一次 現烤的燒肉片 好吃 哇 吃飽囉 去池袋放放囉 池袋這邊也算是一個觀光客喜歡來的景點 有百貨公司 有風源 還有咖啡廳 還有電器行 現在要去中野渣 中野這個地方阿 是個動漫名的天堂 然後也很多餐廳和咖啡店 晚上的時候呢 這裡有很多開到很晚的居酒屋喔 這是醬油的糰子 來吃吃看吧 它有那種炭火的味道 然後有點焦焦的味道 還蠻顯然 但是很入味 好吃 我們現在到了一家和洋果子店 叫東京楓月堂 就是日式的抹茶紅豆剉餅 那那個紅豆餡阿 非常的實在 然後配上這個甜甜的抹茶 搭配這個爆冰 吃起來非常的搭配 那我們逛完中野也休息夠囉 接下來去新宿吃晚餐了 耶 新宿這邊跟池袋一樣 都是很大的景點喔 這邊有很多餐廳阿 跟百貨公司 可以在那邊逗留很久喔 那我們在吃晚餐之前 來督廳看下夕陽吧 督廳看完夕陽啦 接下來要去找晚餐吃了 新宿新口這邊阿 很多日式餐廳可以選擇 新宿三丁木這邊也是喔 有很多的餐廳 有很多的餐廳 那我們選擇新宿西口的 スキヤキ一炊 這家店所用的是 DEL的黑毛和牛 哇這個 我靠 對不起你太有聲了耶 講不出話嗎 蛋黃的甜 醬型燒醬汁的甜 然後那個A5和牛的油脂 加到那個牛肉的甜味喔 超完美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東京美食吃貨 一支由日式和食篇 我是文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